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車友們來分享的車款是 Honda CR-V 的五代 這款五代經理其實之前也有錄影過好幾部了 這款五代其實它的底盤也好 引擎動力也好 全部都是一個大改款 像引擎的話已經變成一天五升的渦輪引擎 地球夢的引擎 那底盤的話跟之前的 CR-V 的三代 世代也都完全不一樣 尤其是後懸吊系統已經變成是多連桿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所以這個世代整體的CP值相當的高 那油耗部分也因為CC數降低 加上渦輪化之後的節能表現會變得更加理想 那今天車友選擇改裝的版本 是 KT 的道路板避震器加上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原廠的避震器跟原廠為什麼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第一個步驟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原廠 它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避震器已經跟三代、四代長得不太一樣 它的形式跟現在的 X-Trail T32 或者是 Mondeo 或者是 Focus 的三代 都是一樣它是一個插入式的仰角 前面上座的話就跟上這個世代差不多 那這個上座的形式跟日規的奧德賽的話 其實形式也很接近 那這個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還是維持一個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前面的系統它不只是負責 道路不平成的時候坑洞的吸附 還得要負責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軸層 上座下方有一個軸層 還得要負責轉向 所以它的作動的狀況呢 其實比後面還要來的辛苦一點點 像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它只有傻傻的上下做往復式的活動而已 那這個上座是需要沿用的 這個五代的話它後方還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是需要沿用的 那前面的話就KT就有附一個新品的上座 那它的行程比我們前幾天分享的 Raffle 5代還要來的長 因為它避震器擺臂的位置 是在三角幾何比較偏向後面的 所以它的長度比較長 那在阻尼的設定上 畢竟那個Honda CR-V都還是一個日系車的設定 所以它的底盤其實都還是很舒適的 所以它的阻尼其實也算還蠻軟的 那這個是後方的仰角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它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它原廠還有特別還蠻貼心的 它有寫一個Outside跟Inside Inside就是裝在中間 Outside的話就是裝在輪胎那一側的 它長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改裝避震器 車高降低之後 後輪 後輪輪胎的一個Camper的角度 這個是這一邊的輪胎 正常的話它的後輪的Camper角度 大概會趴一點點 可是車高降低之後它會變很趴 那這個仰角 原廠的仰角 是在這個地方 它並沒有辦法來調整長短 沒有辦法改變這個角度 所以當車高降低之後 輪胎這邊會磨耗的比較快 那所以為什麼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因為仰角調整器 這裡變成是可調的 所以它可以藉由這個可調的機構 讓這個的角度變得比較正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那原廠其實它還有一顆螺絲 可以調整這個竖角 但那一顆螺絲是做偏心螺絲 所以那一顆螺絲能調整的幅度其實不大 可是如果車高降低之後 就是要改裝的東西 就是仰角調整器 那這個其實有不同的品牌 今天車友選擇的品牌是Harris 那其實也有另外一個是Summit的 所以都有KT的話都有辦法 有不同的品牌可以服務車友們 那再回到預測器的部分的話 後面的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彈簧上部的話有一個橡皮 上橡皮的話就是用KT的就可以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後方的結構 鏡頭要這邊好了 來這個黃給你 謝謝 你要拍這個喔 沒有沒有 我這邊給你用了 我拍這邊就好了 好這個是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就在這裡 那後方KT的配置是配置200長 6公斤 後方是200長6公斤 但不是直捲式的 因為這一台後方的彈簧 像原廠它也是一個 類似一個小燈籠狀 KT的形式的話 跟原廠比較接近 那這樣的彈簧設計 在彈簧作動的時候 就會稍微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也比較迎合 像這樣休旅車的一個駕駛的需求 所以後方的話我們配置的是 200長6公斤的規格 那調整機構是在後彈簧的上方 上方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所以這個橡皮的話是不需要沿用 可是它下方原廠有一個橡皮 這個橡皮就要沿用原廠的 那車高的調整就靠這個機構來做調整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後方的彈簧的 鎖附的位置 它是在這一個三角幾何的 比較偏向後方 所以越偏向後方 它的彈簧長度就會越長 而且它的阻尼也會比較低 那像是同一個競爭的休旅車 是Raw4的五代 它的閉簧器就大概百幣位置在這裡 所以它的行程比較短 那阻尼也會做得比較長 所以設計啦 每一間的設計的話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個在後方的話 它的阻尼就會做得比較弱一點點 可是KT的阻尼 第一個可以調整 那第二個是在阻尼的設定上 在即便放到最軟的話 還是比原廠稍微硬一點點 所以造就了它的操控性 會比原廠好一點點 那如果是原廠的 我們遇到坑洞的時候 可能還會有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的一個晃動 可是改裝之後 它遇到坑洞的 就是一次就吸附住了 所以後座乘客自然 就比較不會暈車 那彈簧的磅數 也比原廠還要來的高 所以過彎時候的側傾 車身的側傾幅度 也會因為彈簧的磅數加高 側傾的幅度自然就變少 所以當然改裝之後的操控性 就會比較好 那這款車CR-V5代 在KT的銷售通路裡面 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提供了 同樣一款CR-V5代的試乘車 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這個是KT比較有優勢的地方 那試乘之後 如果覺得不滿意的話 那就不要考慮KT的產品 如果覺得KT乘坐起來的感覺 有符合車俗的需求的話 再來考慮就好了 這個是後方的同學生 它的上座在這個地方 上座的下方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後方的主離子 軟硬度的話就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這個深藍色的機構 這個就是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所以如果要調整後輪的Camper 就是靠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原廠沒有辦法調整 所以車高降低之後 第一個一定是改這一支 那如果它原廠其實在車底 在內部這裡 這裡還有一顆偏心螺絲 這個偏心螺絲是在調整後方的竖角 可是偏心螺絲它能調整的幅度還是有限 所以如果那一個偏心螺絲調整竖角的幅度還不夠的話 就可以改裝這支仰角下方 這裡還有一個支壁 這支的話改成可調式的話 它的仰角改了之後 竖角也改了之後 它不論降到多低或者是什麼樣的角度 都有辦法藉由這兩支的可調機構 來做出不吃胎的角度 所以這個都是還蠻值得投資的一個周邊改裝商品 那這個是後方的介紹 那我們來先來看前面的 前方的話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應該算是前面彈簧的設計 前面彈簧的話 一般來說有的是配直捲彈簧 那KT的話是配7公斤 而且彈簧的長度特別將它拉長 公斤數的話是7公斤 那可以看得到的地方是 這個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會拉的比較開 如果這一台是一台 比較運動化的轎車 譬如說是S2000 或者是Miatta 或者是MX5 或者是FT86之類的 這種比較運動化的車子 我們其實前面彈簧就不會這樣配置 因為這樣的彈簧是比較適合 需要兼顧到舒適度的休旅車 或者是房車來使用 所以這條彈簧 它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是配置200長7公斤 那這樣的彈簧 它會比直捲彈簧的作動行程 還要多出了30%到35% 所以它的作動起來的舒適度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這裡有一些離載串的固定點 那這個是ABS感應線 它這台車還蠻多固定點的 光ABS感應線的後方有一個 側邊有一個 這個是油管固定架的固定點 和國外比較嚴苛的法規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車高調整 前面比後面單純多 前面的話我們只要把桶身的長度 把它拉長 車高就變高 縮短的話 車高就變低 所以前面的車高調整 只要交給技師來執行就可以了 軟硬度的話就可以車主 五代的車主可以自己來做調整 這台更簡單了 這台要先拍這裡 因為這個是1.5升 這個算是Honda比較新的一個引擎 1.5升的渦輪引擎 避震器的部分 這個引擎蓋打開之後 它的上座三顆螺絲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KT的話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那在上座的中心點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前面的軟硬度 那調整的時候 第一個步驟 我們需要先把胎壓的話 放到原廠建議數值 像這個日系車的話 在駕駛座的門打開 就有一個胎壓建議值 像18吋的話應該冷胎壓大概33-32左右 當胎壓設定好之後 我們再來調整這個阻鈴 調整阻鈴的話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段數可以有落差沒有關係 大概依照這樣的步驟的話 大部分都有辦法調整到 車友們想要的一個軟硬度 那當然啦 改了之後的操控性一定就會好很多 那如果這樣的影片當中 如果車友們還有疑問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那再次 就是告知車友們 這一台車我們在中需的店家 就有實車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如果有需要的話 請不用客氣 請多多聯絡我們小編 謝謝大家 掰掰